欢迎我们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王清风会长 我们今天的王圣诞小姐 中华民国红十字总会长王清风 穿上红色圣诞服 还有新北市社会局局长张景丽 也是应景服饰 送来圣诞祝福 但别叫他们圣诞婆婆 还是叫阿姨就好 争着年龄还不够格 把大家给逗乐了 回国主题实用的背包 再加上文具组合 要送给新北市的弱势家户儿童 只要我们做得到了 我们都非常地乐意 大家一起来分享 大家都可以不要客气 特别是一些送给受难的人 那么我们今年圣诞节 我就想到了 一些家庭的孩子们 可能需要一点礼物 所以我们想的就是 可能小孩子最会喜欢的就是 这个文具 综合的文具 还有一个背包 背个背包的时候 我说是怎样的 我们买到这里来收的 我觉得给小朋友 我就是要花花绿绿 你知道吗 结果他们说三两下子 他们就会在这里盯上 他们的喜欢的东西 所以要给他们素一点的 让他们去创造 去涂材 去弄他们高兴的东西 这是什么 社会局局长张锦丽表示 红十字总会长王清风 时常来电 问问新北市需要哪些资源 适时地伸出援手 非常感谢 而这次送出了背包 文具组 更让照顾两个兄妹的阿嬷 有说不完的感谢 让她的孙子收到了圣诞礼物 因为年纪比较大 没有工作机会 就会家里比较大 那这次收到礼物了 我当然很开心 有收到很多帮忙 对很多协助 很开心 每次我都觉得非常非常温暖 因为王总会长 从来没有忘记我们 尤其是越辛苦的时候 尤其是今年疫情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呢 一方面在收集 做事的募资 物资 特别是有很多小朋友 没有那个小朋友的口罩 就那时候我们很替 我们的寄养家庭 替我们很辛苦的家庭 的小朋友烦恼 而总会长又打电话来说 他可以想办法 把我们弄到这个 儿童口罩 红十字总会是人道组织 在圣诞前夕 由总会长扮演圣诞婆婆 送来圣诞礼物 也让若是家户 感受到季节关怀 快乐过好节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 谢谢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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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